你好!很高兴你加入成为成会社区教会的会友 或者你正在想是不是加入这个教会 你可能想知道教会会友是什么一回事 其实教会会友不是这么复杂 当然圣经中没有提过教会会友这件事 正如圣经没有用过三位一体这个术语 但是教会会友的概念几乎遍布圣经的每一页 在新约圣经,每个城市的本地教会里面 大家都懂得来参加聚会的基督徒 只要打开新约书信,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人名 保罗、西拉、马尼亚、马大、非比、白基拉和亚居拉等等 圣经中所有基督徒都认定一个特定的地方教会 他们一起认信耶稣是主,奉父、子、圣灵的名授使 他们一起诵拜,彼此祈祷,互相教导,互相问责,在爱里面成长 在不同的城市,尽心投资时间,财干和奉献 来传阳福音,建立教会 这样看来,教会会友是圣经中一个活泼的信念 新约圣经用人的身体来形容教会 会友就是手和脚,眼睛和耳朵,令教会成长起来 而彼此这个词语,在圣经中出现超过一百次 例如,彼此照顾,彼此鼓励,彼此服侍 就是因为这样,教会会友不单单是一个记录 不只是事想出席崇拜,团计小组 不只是奉献,不只是限于有发言权 投票选某人成为教会掌执的权利 教会会友是基督徒生活的承诺 所以今天,你加入成为成会社区教会会友 我们一起在人生旅程上跟随耶稣公同建立教会 我们就一起,是具体表明了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很高兴你今天成为教会会友之一 加入成会教会大家庭